好,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12月16号进行的一场往期赛 由黑方廖元赫对战白方挡一飞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搓脚目,白棋新脚目 然后黑棋单关跳,手脚 在右下方走了一个定势 之后双方继续选择在这一代定型 黑棋冲断,白棋单长,黑棋再一场 那很明显白棋右边有一个冲断的问题 所以说白棋连回,黑棋单长,白棋小尖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先选择往左边靠住 然后再一场 白棋补一手,黑棋再从右边小尖连回的话 白棋下方的空就加强了 所以说黑棋实战直接选择小尖连回 白棋补了一手 当然白棋也可以直接往上靠出 不过黑棋右边有一个冲断 这样的话双方就会形成一个转换 白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在下方补齐 其实这个转换白棋也不错 下方的空围住了 然后也破坏了黑棋右边的潜力 实战白棋还是补一手 黑棋往左边一飞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继续补齐 因为如果说白棋先从右边出头的话 左边黑棋往这一碰 那白棋这个联络还是会存在问题 所以说白棋补了一手 但是这个大跳的棋形 以后黑棋在外侧还是会有些借用 实战黑棋从右边飞锋 白棋靠出 黑棋要是直接往上一虎 那白棋直接冲断 黑棋的这个包围圈就出现问题了 实战黑棋选择往左边一虎 白棋单长 黑棋飞锋 黑棋要是小坚的话 那白棋挤完之后再往上一跳 可以简单出头 虽然说黑棋 这块棋的棋形非常扎实 但是以后右边还牵了一手棋 如果说黑棋不走的话 白棋以后往右边打入 这个地方黑棋就不太好为空了 实战黑棋飞锋 但是这个包围圈还是存在问题 AI的建议是 白棋先往左边一冲 黑棋要是挡住白棋断打 黑棋站上 白棋再选择往左边一冲 这样的话 形成作战 白棋完全不怕 实战白棋先往上一飞 但是这个地方被黑棋冲断的话 黑棋外面就全部走后了 所以说白棋有些不划算 白棋打持 黑棋贴住 虽然说这儿形成了一个结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这一块非常局促 下一手棋 白棋在右下方找结材 这手棋也比较损控 白棋提节 黑棋在上方找结材 提节 白棋沾上 黑棋挡住 白棋再一提 然后黑棋先在左上方交换一手 并没有选择提节 因为这个节对于黑棋来说 现在非常轻 接下来 AI的建议是 黑棋在中间补一手 这样的话 黑棋中间非常厚 白棋要是选择 在上方破空的话 黑棋甚至于 直接可以选择在外侧封锁 因为黑棋周围非常厚 白棋这块棋 还是非常有危险 实战 黑棋往上大跳 这样的话 中间还牵了一个断点 白棋选择切断 接下来 黑棋可能还是 应该从左边打持 要比实战好一些 因为黑棋中间这一块 相对来说就比较厚实 实战黑棋 先往上拐住 白棋往左边一长 这样的话 黑棋右边最快空 这个缺口还没有补上 而且黑棋下方大龙 就稍微有些危险了 黑棋往左边一飞 白棋飞刺 这也是一个棋型的要点 但是AI认为 黑棋现在就可以选择反击 因为白棋中间 还有些保卫 所以说黑棋可以选择 挖完之后再一长 白棋站上 黑棋切断 这样形成作战的话 黑棋也并不用担心 实战黑棋还是 先把自身补强 往左边二路飞 白棋小肩 黑棋再一爬 白棋单长 接下来 黑棋并没有选择二路爬 而是选择往前一跳 虽然说步调更加快一些 可以跟上方联络 但是左边这一带的眼位 就受到了影响 之后AI的建议是 白棋往中间一跳 关键是黑棋 就算把这个缺口补上 白棋在右边 还是会有些手段 这一带黑棋还是有些薄 白棋想在这一带 腾螺 还是比较容易 实战白棋 先在左上方二路斑瞻 黑棋小肩 白棋肩刺 黑棋团住 白棋再往中间大跳 黑棋跳出 接下来 AI的建议还是 白棋先在右边破空 实战 白棋往上拆 黑棋往左边一飞 白棋继续把这个眼位撑出来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再拐住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 把右边这个缺口补牢 白棋先往左边一冲 黑棋沾上 白棋团住先手 然后往左下方 跨断 这个地方 黑棋的联络 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 实战 黑棋搬住 白棋要是直接选择连回的话 那黑棋单并一手 左边要求连回 白棋要是点次 那黑棋再往下方一飞 这个地方 白棋可能要出问题 实战 白棋选择往右边一顶 黑棋沾上 白棋切断 黑棋先往上交换一手 然后打吃完之后贴住 白棋沾上 黑棋再一呼 白棋先往左边一扑 黑棋体掉 然后白棋往二路漏一个 但是这个地方 白棋还是稍微有些勉强 实战 黑棋打吃 白棋跑出这颗子 黑棋先选择跨端 白棋打吃 黑棋再打吃左边这两颗子 白棋立下 先保证脚上这块棋的安全 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再跑出这两颗子 黑棋踢结 这一代就形成一个结针 然后白棋往上方一飞 先切断黑棋 左上方大龙的联络 那这个时候 黑棋肯定要补一手 先往上靠住 然后白棋踢结 黑棋打吃 白棋贴住 黑棋再一提 白棋在右边切断 黑棋再踢结 白棋往上方一扳 这个时候 黑棋直接就选择粘结 那这样的话 白棋下方这一块 就全部死掉了 然后白棋选择在上方补一手 但是就算白棋补了一手 上方这一代还是有棋 黑棋这个时候 如果说选择粘上的话 白棋会非常难办 因为白棋要是往上一虎 那黑棋往左边一顶 这边还有一只后手眼 白棋要是选择连回 那外侧的包围圈就非常薄了 黑棋先手一虎 在一般白棋一冲 黑棋可以团住 当白棋往左边一冲破眼的时候 黑棋往右边断打 这个时候白棋非常麻烦 首先右边这颗紫背打吃了 上方黑棋也可以冲断 而且一旦 旁边的这颗紫背 黑棋提掉的话 直接就会影响到 白棋左边大龙的眼位 所以说这样下白棋已经非常麻烦 实战黑棋先往右边一挤 那这样的话白棋肯定先要在左边补齐 AI的建议是白棋 还是先把上方这个问题补上 但是可能白棋也担心 黑棋左边这一带会有些手段 黑棋可以选择搬完之后 一路反搬 白棋要是断打 黑棋可以撑这个节 白棋要是单长 黑棋往上一挤 白棋点过来 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往二路一夹 那这一带可能还是要出棋 所以说现在白棋还是比较难下 实战白棋先往左边补了一手 但是上方黑棋这一手沾 这个后续手段还是存在 实战黑棋先在右边连回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选择二路立的话 虽然说会影响到白棋的眼位 但是可能黑棋右边这一带会出现问题 白棋搬过来 黑棋拐住 白棋冲完之后 再往右边一拐 当然黑棋在这一带还是有些抢手 这个地方就比较复杂了 实战黑棋连回 那白棋简单做活 黑棋往上切断 但是这样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左边大龙就全部死掉了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 黑棋在跑出这颗子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再往外贴住 白棋拐住 黑棋在一顶 白棋可以粘上 因为白棋左边 走到了这一手二路利 直接就影响到黑棋左边眼位 黑棋要是再选择挤住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再一提 那黑棋还是不行 实战黑棋反打 白棋提掉 黑棋再往右边打吃 白棋简单做活 那这样的话 黑棋全盘的空就不太够了 最终走到 白棋沾上 黑棋打吃 白棋再一沾 黑棋往上一沾 白棋往中间靠住的时候 黑棋就认输了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